人气youtuber艾里有着一双漂亮大眼睛 身材也非常火辣 但她其实是一名跨性别者 她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女儿生 多年前开始服用女性荷尔蒙药 以及抗熊性荷尔蒙药 过去她登上康熙来了 而一夜之间爆红 两年后便决定到泰国做变性手术 经营她做客的小姐不惜地 在节目中表示 当时向父母坦承性取向时 父母其实很反对她做手术 没过多就便接到康熙的邀约 后来节目播出后 获得了很大的回响 妈妈的态度才软了下来 由于她是家中独自 有一个姐姐和妹妹 因此爸爸相当反对她去变性 甚至希望她马上去当兵 最后妈妈与姐姐陪同她 花了30万到泰国做手术 爸爸虽然不能谅解 但还是偷偷塞了钱 请姐姐帮忙整交给自己 此前她曾透露 父亲一直不认同她的身份 直到她与去年代表台湾 男人的互动也不如从前那么紧绷了呢